我兒子是10月8號 去年10月8號因為跟人家打架 被那個吳宗斯金這個叫什麼派出所 他是叫抓進去抓進去就關到了第二看縮小 10月8號後來後來我們就過年以後 過年以後他寫信出來要判了要開庭了 我們就出去 就是開庭我們也沒通知書 沒通知書以後他寫信出來以後 就是外面的人就是有個親戚打電話給我 他說昨天開庭開過庭以後 我們就第二天我們查出去 出去以後就是到法院 那法院人就是跟那個打電那個當事 當事人跟他交了兩千塊錢那個醫藥費這些 就是法院調解人 就是民事這一塊 後來我們就等他 一直等他出來 在部署一直等他出來 還沒判下去 就是3月23號那天 3月23號那天晚上 有個朋友打電話給我 他問我 他問我站不在家裡 我說沒有 我說站不住 他說你兒子 他說你趕快到去一家看守所 他說你兒子出事了 我說出什麼事他沒說 後來我就跟他一起過去 跟他一起過去以後 還用跟他看守所 我卡車過來電話面 沒過氣以後一下車 他就跟我說你兒子就沒用了 我當時就受不了 接受不了這個事實 就到了那個辦公室樓上 那個看守所很多領導在那邊 都跟我說 叫我去看一下那個監控 我說不用 我先去一下醫院看看我小孩 就是後來就是拿我們到醫院 不說是第二醫院 在太平節 後來我們去看 看到我孩子就是 就是這個 這一上去就一上吧 那醫院全部給他換掉 帽子也來戴好 一看到他 嘴角就在流血 嘴角在流血 後來我把他的帽子給他打掉 面上摸摸摸摸 後來摸了他的頭 就是高一 就是一高一低 就是被打的那個包 打的包 打的包一樣 他的帽子給他戴上去 戴上這些帽子 就看到衣服 衣服 換掉了衣服 是濕的 裡面還有一包衣服 裡面還有一包衣服 後來我親戚他們也到了 幾個表妹到了以後 就去叫我表妹去問他 問個護士 我就叫表妹問他 護士說 護士他說 那個我想要拉進來 拉進來以後 兩分鐘沒有 就是沒有搶救 就是沒有醫 就是這樣 後來第二天我家屬全部到了 打電話給我家屬 家屬全部到了不做以後 就第二天就去看守所 去看看健康 第一次看 看的就是他用那個手提電腦 給我們看 看得起來就是 我小孩從 就是刷下來那個動作 給我們看 看了以後我就 我們要求就 前一個小時的 給我們看 前一個小時的 後來他就 他就去拿 把那個 那個 那個拷貝那個U盤 一插進去 就讓那個時間 就顯示是 16.20分鐘 所以我小孩一個人 在天井做那個 那個 那個 沃浮撐 沃浮撐 做了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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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後來就打飯 分飯 分飯以後 在那邊吃飯 幾個人 幾個人就是坐著吃 當時幾個就蹲在那邊吃 幾個牢頭就坐在那邊吃 吃飯飯以後就去進去 就是大概就是 那時候就是 十七點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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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以後呢 就是 在廁所 廁所幾個人 就是 就是廁所站 當時那個廁所 四個人坐在那個船 擋住那個鍵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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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 四個人 當時我們叫他那個看守所 停一下 算人做 他說十八個人 後來我們算了 才十五個人 還有三個人 從天井還有房間的 總共算起來 才十五個人 還有三個人 反正你蹲在那邊 就算不到 就是看不到 後來就是大概差不多十五點 十七點二十分左右 我想要就坐在那個床上 中間坐一個人 中間也坐兩個人 我想要坐在中間 投給他擋住 擋住那個通道 那幾個人就拿回島 跑了就是 就一錢打下去 把那頭 就一錢打下去 他打一下他打一下 就是打了以後 打了以後 打了以後 就 那魚跟他在練堂 魚跟他在練堂 練了以後 就把他一腳這樣子 踢過小孩 就踢過去 當時我沒看 真的很傷心 第二次看了有沒有 後來第二天看了有沒有 就是沒打了 同一個時間段就是 在天井啊 外面那個 這個這個 在洗地板啊 在洗碗 洗碗這些啊 同一個時間段就是沒打 拿到哭 就是這樣 但是我 我小孩就是 第一次看了 我小孩就在哭 那個同一個 那個十七點那個時間段 就在哭 他就 就在哭 之前 前十分鐘他說不要打我 不要打我 這個聲音我聽得很清楚 當時在看守所看這個監控的時候 就是看那個被打的畫面的時候 問那個看守所的 那個姓張的 張的 他說是不是在 他說這人是不是在打你 他說不是 在跟我兒子在開玩笑 跟我兒子在開玩笑 然後 這個 就出事以後 他們一直 一直沒有誠意給我們 給我們打 就是 我 他媽媽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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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要 二十五號 所以要看 我就跟他檢查驗 試檢查驗 還有看守所 要看我兒子 叫他提前把名要先開 因為我老婆一到他就肯定要不見 當時我還是騙我老婆說 騙我老婆說 是刷傷的 沒事 一到太平街看到那個太平街 太平街的三個字 我的老婆就是 就是老婆 就一直 受不了 他門也不開 公關機門也看守所 門也不開 就是那個 看民間的 不讓他看 後來圍了很多人 他幾十個警察站在那邊 後來那個領導就是監管車的領導來 拿了以後 他說要檢查驗批 要批示以後才可以看 都是推來推去 後來那一天看了以後 就是二十七號 二十七號他就 把那個 把我兒子的遺體 偷偷地 偷偷地搬到那個 那個那個 殯儀館 偷偷搬到殯儀館 連我們在湖州 家屬全部在湖州 他都不告訴你 他說那個這個 把你兒子換到殯儀館 其實它是怎麼樣 他要騙這個 騙這個 那個太平街的那個 那個那個負責人他說我簽了 知道要哪去做事件 其實那時候 他都沒有談什麼做事件的問題 他騙我 然後就拿到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兵儀館 那個我們 那時候我們就報警 其實報警也沒有 報警他也是公安性的 就是我們 然後 他就說